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跟随众人的脚步会有什么样的危机呢? 今天我们请思想历代之下22章 犹大尊王叫亚哈谢 他行恶被杀 而他的母亲亚他利亚 窜了犹大的国位 就像我们看到行恶跟刑罚 亚哈谢22岁的时候做王 做王就一年 他的母亲是亚他利亚 他是谁? 他就是北国很可怕的君王亚哈 跟耶喜别的女儿 他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女人 并且把偶像崇拜带入犹大国 而为什么亚哈谢会做王呢? 因为亚拉伯的军队 把亚哈谢的众兄长都杀死了 只留下他,他做王 而他做的事情是神眼中的恶事 因为他行亚哈家的道 他听可怕的母亲 以及母亲家族所出的建议 走偶像的路 离弃神 以至于败坏 因为他听从亚哈家的计谋 而他跟北国的君王叫约兰 一起出战 而神要刑罚约兰 他去探望战败受伤的约兰 在耶稣列 就在这个时刻 他被害 而这是出于神 因为神高立了耶稣 要建出亚哈家 而亚哈谢选择跟亚哈的家族做朋友 选择跟随士族的道路 走众人的道路 结果耶护杀死约兰 杀死犹大的臣子 也把犹大的君王 亚哈谢杀死了 人因为他是约沙法的儿子 因此埋葬他 他走二道 结局是死在 耶护的手下 不但如此 他的国家因此 落入到亚哈利亚的手中 他的母亲亚哈利亚 看见儿子死了 起来剿灭王室篡国位 好可怕的一句话 王室是谁 王室就是亚哈利亚自己的子孙 就是他的家人 他为了一起权利之私 他把自己的孙子 自己的家人给杀灭 而窜了国位 而犹大国 神给大魏之约在这里 似乎没有成就 因为把国权 落到亚哈利亚的手中 但奇妙的是 上帝的大能仍然工作 约十八 他是亚哈谢的妹妹 他偷偷地把王子亚哈施 藏在圣殿中 一岁的小约阿师 一藏就藏了六年 上帝的大手保护他 亚哈利亚在杀众 孙子的时候 而漏掉了约阿师 他成为大魏后代作王的盼望 这一章我们看到亚哈谢走 亚哈家败坏这些众人 宽的门大的路 截取自己死亡 国家被夺 子孙被杀灭 何等的可怕 我们来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到 跟随世界 走的是灭亡的路 何等可怕 求神让我们进行战兢 及时悔改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